金黄酥脆的表皮搭配上香甜浓郁的榴莲和奶味十足的芝士 家里还剩最后一点榴莲果肉 所以我今天打算做一份懒人版的榴莲披萨 首先我们需要把榴莲打成泥 接着在解冻好的手抓饼上 放满芝士和果肉 然后盖上另外一块手抓饼 把它们的边紧紧捏在一起 最后翻个面刷上蛋黄叶 送入烤箱210度烤15分钟 金黄酥脆的表皮搭配上香甜浓郁的榴莲和奶味十足的芝士 热量爆炸快乐爆炸